有非常者一人申请者说生活压力很大 希望政府的现金津贴计划 给单身人士都可以申请 也有基层组织说 首次获偏配公屋之后 就不可以再申请津贴 做法是有问题 苏京华报道 张太一家三口住在这间百多尺的劏房 连同水电月租要五千多元 他轮了公屋足足六年都未能上楼 未来可以申请津贴 他觉得帮补了不少 同样是公屋申请人 但就不是人人都受惠 用月租三千七万 租了这间七十尺劏房的陈女士 轮候了公屋四年 由于她是非长者一人申请者 变相不合资格申请津贴 不公平 应该来说高零和不高零的 单身人士申请了公屋 要上三年以上 都要有资格给人申请津贴 大家都有生活压力很大的 如果政府给我们 允许这个津贴的话 等于帮助我们很多 有基层组织说计划不包买非长者 单身申请人并不合理 又说新领津贴人士 要从来未获得公屋偏配的做法 也有问题 以一单一长者为例 他们会派一些合住屋 就是长者合住屋 很多老人家心想 我排了几年了 我当然等久一点 当然不要 政府觉得这个是你个人先责 而不要 不是我逼你不要 而当它是所谓合理偏配 令那些人拿不到不争取 我觉得有些奇怪 他认为房处也应该检视 现在的配屋政策 有线电视记者苏敬华报道